好 常新冠他的問題是在哪 在腸胃 這個工程師 他是六月確診染疫的喉嚨劇痛 一吃就拉肚子 在確診第三天快篩陰 他還是拉個不停 對 其實三十歲的工程師很年輕 那工程師工作就是一直久坐 所以久坐的時候 他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常常喝一杯飲料或乾 飲食其實沒有辦法很正常 那這一次染疫之後 他其實身體都沒有任何不舒服 就覺得喉嚨劇痛 但是他有一個症狀 他快篩陰之後 他每天還是像水蟹一樣的拉 拉一個禮拜之後他受不了 就來看診 後來就發現這個就是 後來所謂的常新冠的一個症狀 因為他的腸胃問題持續發生 而且一直到之後 吃了很多一些健脾補味的中藥 才慢慢的好轉 院長建議這一道方子 可以顧腸胃補中氣 對 這個東坡玉生根 其實可以推薦給大家 這個相傳就是在東坡 就是蘇東坡 他被扁到海南島的時候 他就是很懷念 那家鄉的味道 那海南島都是芋頭 那地上的芋頭 又粗又硬又難吃 然後他兒子啊 蘇過就想說 我來煮個什麼東西 孝順家父母 他就把當地的那個 家鄉的大米 然後能帶東西不多 就地上挖一些山藥 然後就仔細的泡水 蹲 然後就100克的山藥 加上180克的白米 加500CC的水 去蹲成這樣濃濃的一個 芋生根 哇 這個蘇東坡吃了之後 覺得精神之好 而且香甜可口 他說這個根本就是 比牛奶還要好喝 還要甘甜 其實這就是因為山藥的關係 因為山藥本身性味乾皮 它可以補中氣固腸胃 而且可以止血 預防拉肚子 身輕止渴 所以如果大家在腸心灌後 有這個腹瀉 以及腸胃不適的問題 也可以試試看 吃這個山藥 今天必學 這個叫做愛九足三里 再加上按摩腹三穴 有請李濟大哥 那我們取緒的時候 就是這個膝蓋的這個 有內膝眼跟外膝眼 外膝眼下四指三寸的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摸摸看 這個頸骨 頸骨外一寸 它就是所謂的竹三里穴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腸狀大穴 因為天就知道嘛 如果常常揪這個竹三里 你就可以多走三公里的路 這麼棒 可以多走三公里 對 那平常你就是 可以用這個愛揪條 愛揪條 這樣子 這是要燙戒巴嗎 不能夠真的放到皮膚上 只能夠在這個附近 這樣子做一個燻的動作 大概距離 距離差不多 以感覺微微的溫熱為主 現在有溫熱 有溫熱了 好 那我們不要再近了 對對對 千萬不要留下巴 很要小心 其實愛揪這個能量 它對於身體的陽氣的滋補 是很好 可是因為有煙有火 所以在使用上 真的還是要小心 如果說你對於這個愛揪 很害怕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做這個 腹三穴的這個按摩保養 見脫的位置 是我們定位的一個 很好的定位點 然後這個肚臍 那我們這邊 腹三穴就是分成上管 中管跟下管 整個就是管你的腸胃 那取法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上面的三指 兩吋的位置就是下 然後再兩吋就是中 然後再兩指就是上 上中下都在我們的韌脈上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肚子 來做這個按摩 或者是用這個愛揪條 我小心一點 放心 它是有距離的 它只是會有一點溫度的 對 大家如果是在這個 平常會容易手腳冰冷 以及是屬於比較氣虛 血虛的人 其實做這個愛揪 它可以強壯你的元氣 會讓身體覺得比較舒服 而且在冬天做這個愛揪 會特別覺得溫暖 增強腸胃的免疫力 觀眾朋友在我手上的 這個是彭文雅醫師的新書 叫做養胃互腸蜜方